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作者 书云 波蒋 夏秋年 潘景音一个人能扛起三叉戟吗? 天外有天 潘景音的技术高超 专机师还有比他技术更高超的 在改装的三叉戟飞行员中 潘景音技术不如团参谋长李克修和副参谋长陈连炳 只是因为潘景音职务比他们高 李克修和陈连炳才成了潘景音的辈分 潘景音飞行之初 起飞时就遇到一个下马威 自有飞机以来 飞行事故多发生在起飞和降落这两个阶段 飞机起降时高度低 容易撞上障碍物 万一飞机发生故障 飞行员也没有处置的时间 对飞行员来说 飞行高度和速度是飞行员的生命 飞得越低 速度越慢 越危险 稍犹豫就会发生等级事故 所以起落是飞行员的生死观 那是1956年或1957年 到沈阳执行任务 潘景音是机长 马和是副驾驶 赵正斌是空中机械师 还有空中通信领航等 正赶上一场大雪 跑道中间的雪扫掉了一段 前面跑道上还有雪堆 潘景音看了看 认为可以起飞 就滑出去了 滑了一段看跑道不够 又退回来 继续等了好几个钟头 因为没有扫雪机 全是人工扫 好不容易扫出一千米的跑道 赵正斌认为跑道还不够 但潘景音认为够了 按一般情况是够了 可是超压起飞 用了加速度 到了雪堆跟前 飞机还没有拉起来 眼看着飞机冲着雪堆扎进去 幸亏副驾驶马和身强力壮 用力拉了一把 螺旋桨把雪堆打得飞起来 飞机终于被拉起来了 平安上了天 到了天上 要收起落架 但表示起落架收起来的显示灯不亮 试了几次都不行 原来雪堆把起落架上顽口粗的裸杆撞断了 机械师赵正斌建议先完成任务 因为飞机刚起飞 油还很多 必须耗掉一些才能降落 这样落地就是起火 火也不会烧得很大 空中飞行了两个小时 几个人想办法如何安全迫降 救护车 灭火车都早早的停在跑道尽头 预防万一 落地时 赵正斌对潘景寅说 歪一点 用好的起落架接触地面 飞机一落地 赵正斌立刻把发动机关掉了 飞机虽然向一边偏 但总算没有人仰马翻 空军来人调查 算了个三等飞行事故 这件事非常典型的说明 大型运输机出现问题要一起商量 如果不是大家努力 也可能就成了击毁人亡的一等事故 石念堂回忆 潘景寅是专机师副政委 内向不那么开朗 话极少 他的优点是非常沉稳 但也由此带来脑子有点木 他飞一二十八时 就飞得不惊 1969年 潘景寅驾驶一二十八飞往山海关机场 撞上雷雨 下不来了 咱们也对不准跑道 那次我在后舱 上去把潘景寅换下来 这才让飞机落了地 陈连炳对我说了好几次 叫我快点飞三叉戟 我们说了不算 意思是潘景寅不行 这又一次说明 大型运输机上多一个内航 就多一份安全的希望 分析潘景寅这两次险情 起飞时他太着急 落地时他又太着急 而这两个弱点 恰恰造成他最后一次飞行成了不归之旅 如果他起飞时稍稍停一停 或者机组人员全上去 或者被警卫部队拦下 都走不成 而落地时 如果他不那么着急 再扩大一点盘旋范围 不就可以落在温都尔汉的土机场了吗 康廷子认为 因为是外航 夜群和林立果的技术准备仓促 没有得到重要的机场资料 尤其缺乏蒙古边境的军用机场数据 机场数据包括机场的位置 跑道方向 跑道两侧导航台的设施 跑道的距离 电台的呼号频率及其他联络方式等 军用机场资料是绝密材料 不是与飞行有关的人员无法得到 得到了也看不懂 即使夜群问到了蒙古边境机场的分布 没有具体标到航图上 也不行 飞行员只能根据航图飞 在林立果的准备中 最有用的就是周宇驰要到一份北京到乌兰巴托的航线图 以及三北地区的雷达分布图 周宇驰要蒙古周边的电台频率 这是对的 只有掌握了广播电台的地理位置 飞行中 罗盘一旦接收到广播信号 罗盘指针就会自动引导飞机飞到电台上空 但这是领航员的工作 潘景银不能离开驾驶台半步 三叉戟上特设施台起梁会使用领航员的罗盘接收设备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被丢掉的五位机组人员